屏東萬丹香一處新建當中的華夏 不僅違建還占用到道路 導致三米寬的馬路縮減 也嚴重影響到鄰居 因為隔壁住戶的床邊 完全是被外牆給遮蔽 而且管線設計不當 造成廢水都排到了牆邊 對此縣府已經發函要求停工 如果繼續違法的話 將會移送法院 新建中的建案暫時停工 因為疑似違建加上影響鄰居 引發軒然大波 眼看房屋窗戶邊 都被隔壁新建案遮蔽 加上排水管線沒設計好 導致廢水排不出去 臭氣沖天 荒小姐氣到不行 那一天我爸也在這邊摔倒 然後也租到安養州心去 熱骨斷了五根 引發爭議地點就在屏東萬丹香 萬壽路這棟新建案 增建部分為違建 建幣率從60% 竟蓋到100% 而違建加蓋還佔用道路 原本三米寬的馬路被建商佔用 加上一旁空地又被買走 地主竟把私人地挖除 導致道路縮減 只剩機車跟人能通行 救護車跟消防車要怎麼進來 沒辦法 如果說有事情也沒辦法進來 依建築法相關規定 我們在2月10號的時候 有掛牌熱力停工 而其實從去年12月底 陸續就有人檢舉至少五次 今年2月中旬 縣府也發文要求停工 這個月19號又被發現偷偷施工 現在縣府也硬起來 那如果廠商還有持續施工的情形之後 我們縣府會依法移送法辦 違建影響附近居民生活 如今縣府不排除將建商移送法院 遏止類似惡劣增建持續上演 記得蘇水平報導